听说最近你们俩在吃蟹方面会有长进 没有 我们俩也就是从青岛吃到了长洲吧 就是一般一般 但是爸爸已经懂不起你们了 你这傻瓜 我逛了逛拼多多发现了一个 盘井河蟹 一百块钱 四十只 一百块钱 四十只 不可能 你买的是蟹苗吧 是大门虫吧 嗯 河蟹 盘井河蟹 是辽宁盘井的特产 又叫中华绒熬蟹 螃蟹 毛蟹 品种包括 稻田河蟹 核桃河蟹 和湿地河蟹 我们这次买的就是养在水稻田里的稻田河蟹 现在这是吃蟹的好时候 赶紧下锅吧 嘿嘿嘿嘿 那我们拆开看一下 浩子 这种帅的鲸鱼 路上是吧 是好 哇 来 我们开箱 怎么是数一数有多少只活的吧 我都闻见那个 令腥味了 水 rookie Moż 来吧 天呐 别出来抓不住 不行 他们都要吐了 没吃呢 快点 经历了一番狂野大战 一共有42只 4是一只活的 就一只死的 一只已经晕过去了 碰到这种小的蟹了 不知道你也在哪儿 就感觉它很灵活 但是绑的挺快 你还没开门啊你 你再开一个 好玩 吃蟹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吃的新鲜 看它还活着还涂蹦乱跳 你不要放心 好吧 那我们去做吧 好香啊 你别说还挺有那个鲜味的 虽然螃蟹小 但咱的细细也不能少 我们来看一下分辨公母 公的呢它就是肚皮上这个是尖尖的 然后细细比较窄 然后母的 这个母的 它这就是一个盖 一个椭圆的这种弧度 这是母蟹 母上拿母蟹 手上拿公蟹 谢谢 不客气 合适 那我们来吃吧 这个小朋友 我觉得无从下手 我不知道该怎么吃它 突然觉得我拿的器具有点厚重 来吧 我们首先是不是应该 不是不是 这不是这个 这其实是擀蟹腿肉的 对 好聪明啊 这么专业 那必须专业 没关系 我也没吃几十支 我们不知道 来吧 有黄吗 哎呦 又喝 这效果先把这个鲜成 能闻见黄的那种香味 鲜不鲜 鲜 它比海鲜海蟹我觉得要甜一点 但肉确实少 想大口呢 结果就一下就滑在这了 猜一下 看人家屯里面的肉怎么样 这么小的腿里面会有肉吗 碎了 看你说搭蟹不都是人家 都是一杆就出来了 人家那个腿可能是这么大 你这个 我这是实锤 我再给你翻一个 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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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样的 别看人家蟹腿小 挺有劲儿 嗯 跟我们木根一样 下面我们来拆解一只公的 怕它扎我嘴 所以我一般喜欢先把腿掰掉 嗯 我怎么没有它的黄那么明显 你是公的 哎 你是母的 你说 这小白人吃起来挺有意思的 这肉除了少之外 挺鲜的 我尝尝 这个没发绿壳 肉和壳它其实都连在一起的 但它壳都很脆很薄 对不对 嗯 是比较甜 因为它小 所以那个壳我觉得吐不出来 连壳起来反而更香了 其实更适合辣炒 我觉得爆炒 或者爆炒 嗯 但是问题又来了 就是你爆炒的话 你吃不到那个 蟹的那个甜 香甜的那个味道 和蟹的香甜的味道 和蟹的香甜的味道 他们有的说 一般就是吃一只蟹半小时出去 但这个我们这种小蟹 一顿半小时能吃个四五只 半小时四五只 半小时能吃四十只 我从今也是个王者 对 如今掉到了青铜 我有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从古至今 都只有一个运动 吸引着民间的大神们 它叫做斗鸡 但是 我们今天看待这些螃蟹 这么活泼浪像 不如我们来斗蟹怎么样 可以啊 你压谁 把那个螃蟹果盛上来 这怎么拍应该的出演呢 是我们赛跑吗 我一个方向 就他俩 我选他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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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斗蟹大赛现在开始 我们的规则是赛跑 从那头跑到这头 谁先到谁就赢 好 各就各位 预备 好 好 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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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응 好 我很想说 我 很想说 100块钱还能买到40只活蟹 我就突然就觉得还行 所以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要擦亮你的双眼 真别清楚 然后真别清楚 你买这个东西看看评价 看看什么这些 然后总的总结来说就是一首歌 借我借我一双回眼吧 本期作品就是这样了 拜拜 拜拜 拿一只活蟹摆在面前 他就吓死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